记者王荣祥高雄报道,今天是美丽岛事件38周年与国际人权日,激进党在高雄市图书总馆举办药博带战药的传记新书,盐水大饭店读书分享会,传承药博必身为台湾民主农民生活打拼的过程与理念,高雄市长陈菊专程到场致意,他略带哽咽表示,他,药博,是我兄弟,有这样的兄弟,真的很光荣。 一生为民主农权奋斗的前农委会副主委戴政药,11月19日因病辞世,享年70岁,以南部青年为主体的新世代政党激进党,很早就与药博结缘,在推动政治理念过程中,屡屡受到药博协助与提息,感念他一生为台湾付出,经透过新书发表会表达追思。 盐水大饭店作者,资深媒体人陈曾之表示,在访问药博与撰写过程中,强烈感受到药博许多可贵事集,必须用文字相识记录,传承给来不及参与的年轻世代,也作为历史佐证。 药博的儿子戴南盛则指出,感谢高雄市长陈菊,激进党,势力总图与作者陈曾之,可以将父亲的理念传达给更多年轻世代之道。 从事电影制片的激进党高雄分部执行长陈伯维认为,药博一辈子为农民权益奔走,为弱势发声都是电影的绝佳题材。 激进党副组任李欣汉则说,感谢药博与花妈那家世代的前辈不怕死的付出,让年轻世代享有民主与自由空气。 受,要参与分享会的陈菊,想起老友又有许多感慨,他强调戴战药的人格特质很美,且始终如一,他为台湾做了那么多却从不邀功,即使生病在急诊等待,也不会可以找人帮忙或透露自己身份,他跟他的家人就是这样的朴实,简单,他是我的兄弟,我以这样的兄弟为荣。